出生在成功镇的青年 罗志祥从彰化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之后 顺利的在桃园一所国中担任老师 十年来他接受了世界展望会资助 在任教第一天回到台东 他希望用自己的例子 鼓励弱势学童不要自我放弃 中错生等级的那种学生 就是我是可以很容易走偏的 长相酷似旅美投手陈伟英 但是和艺人小猪罗志祥同名同姓 这个在成功镇长大的台东孩子 小时候住的是茅草屋 有时候还是会嫉妒同学 为什么有这些 或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饼干 喝到这么好喝的饮料 就是会嫉妒 但是我觉得穷人有穷人的快乐 家里环境不好 国中时期世界展望会发现了 每年定期资助他一万五千元 在社工长期的关心和鼓励之下 慢慢发现他对运动的兴趣 因为有你 所以我觉得我有更多的关爱 哭得到 我都会去学校新港国中那边去运动 就会让他自己 他自己会去跟新港国中接那个 那时候国中的时候 高中了 他就去接那个跨栏的 他就在那边练习 你不要抱歉 好吗 叫一下会不会吧 会有高带 保送台东高中体育班之后 罗志祥意外受伤 没有能如愿考上台北体院 但是从彰化师范大学毕业之后 他的想法改变了 当老师可以不断的把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学生 高中毕业就不曾像家里拿过钱 然后开始给予家里 就是帮忙家里分担这些金钱这样子 对 我们家三个孩子都是这样 他今天会 透过教育 那他可以自立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他 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走出人生的阴霾 罗志祥只想说 以前他是接受资助的对象 但是现在开始他要努力成为有能力帮助别人的罗志祥 记者赖永诚台东市报道